后面总结了 善民 祝福 为应一大肆因缘 开世无辱 佛之之间 而出现于世 法华经人讲的细 开佛之间 世佛之间 悟佛之间 入佛之间 这一句变成了四句 都出现在世界了 从这个地方 我们就完全认知 佛菩萨出现在这个世界 是教化 众生 他们住世的身份 职业老死 职业教死 世间过行过夜 他宣定的是教学 而且肯定是义务教学 佛之开始 即使佛之之间 顾唯有祝福 乃能如实之之 众生在情间中 齐心动念 皆是妄想分别 顾佛虽有种种批说 但众生于佛之之间 如龙如芒 不能真实了解 这真话 为什么现在大成前没人能看懂 看不懂 当然就没兴趣 看了几眼 不想再看 再遇到佛进 他摸都不会摸 甚至高级知识分子 这就是华言 大制度论上所说的 佛法无人数 虽知莫能解 这世间聪明智慧人 他看不懂 为什么看不懂 因为他所说的是佛之间 佛法无人数